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你真的闲路 不然呢 这个我们要问一下孝诚 孝诚哥就说 其实以前就有这样的新闻 所以有人把身份证 埋到香炉的案件 这都怪怪的 香炉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你们怎么会买一些 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过去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到很多 像埋生机单是一个 还有包括有人帮忙众生机 众生机就是会在一些庙上面的树根下面 就把他这个八字啊 什么指甲头发那种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在15年前的时候 在嘉义就发生一个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不太一样 那是有点惊悚吓人的情况 结果那时候有一个土地公庙 然后他要做祭祀吧 祭祀活动 那旁边当然就是 庙宫啊 鸡桶啊 还有信中大家都在 结果突然间那个鸡桶就开始起当 起鸡了 起鸡的时候也没有 就是在那边念念念 念到后来他说 我来这里有拍东西 然后就指了那个香炉 结果大家讲说 那我上面拍东西 然后就看起来就有香嘛 在那边 然后有什么好那个的 结果那个庙宫讲说 好 那我就去看看 就一看的时候 就从那个香炉里面 就挖出来一个东西 先把香脚都清出来 然后把香炉这样清出来 就把它挖出来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看到一个男的 那个身份证的遗印本 两张 同一个人 就一个人 对 两张 然后那个头啊 我们不是那个 身份证旁边不是有照片吗 那就隐印的那个黑白的 那个头上面也就插了五根针 哎呦 就有Q 有五根针 然后另外你又会感觉到那个 就是 影印本上面还有那个血迹的 那种感觉嘛 因为你弄到灰进去的之后 上来一起欧骂嘛 对不对 黑黑的这样 当时还想说 哎呦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结果后来他们就想说 这是谁啊 一看 有没有认识 就里面有一个信用说 这个男的我认识 我认识姓蔡 我认识这样 然后所以他们就说 刚才敢去通知一下这个当事人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 最后他就去通知 就这个男的一听到说 因为他平常就在宫廟里面 做一些那个剪棉的这种工作 剪什么 剪跟棉 就可能有一些东西剥落啦 或者是一些需要那种修缮 修缮的工作 看到他哥哥那个头上都是针嘛 然后难怪我哥哥有没有 前段时间因为肿瘤生病 开刀了这样 但是他的说法啦 是不是两个有关联性 不晓得 那当然庙方这边的话 也会去报警 那警察就开始去掉那个 那个庙里面不是有那个监视器 就看到有一个妇人 她就走到这个香炉那边去 然后开始就是动作很诡异 然后好像有挖了买了什么东西 后来的时候他还上香的时候 还把那个香倒叉 我们一般香都是正叉嘛 对不对 然后烟头香 他是把香摆完之后倒叉 这种在民间的说法之后 好像是一种诅咒啦 但是事后警方呢 就要想不去找这个女的嘛 找这个女生 后来之后慢慢的时候 就才发现到原来也没有 我们这位蔡先生 因为他这个就是有两次婚姻嘛 这是他第二任妻子 可是这个女不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是因为她在外面还有很多的红粉知己 这应该是感情因素啦 我猜应该是后来之后觉得不开心嘛 然后所以就把她的那个身份证拿去影音本 然后也不知道从哪边学到的东西啦 然后就把她埋在香炉里面 然后再倒叉那个香 要诅咒她 这样 我们这边问一下陈轻霓老师 这些人把东西埋到香炉里面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可能一般人认知中 就是可能就是拜拜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学一些法科东西 其实香炉里面本身也是我们一些常兵将 你会看见很多法师要调兵将 其实就都在这香炉里面 所以很多人可能他的认知中 我想诅咒人 比如说我讨厌你干嘛 就把你的名字干嘛东西放在香炉里面 但是一般来讲 其实在正统的里面是不会的 因为大庙正神并不会因为我讨厌你 我就替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真的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一般我的认知中都会去找俗称的阴庙 我请阴兵阴将 那我可能花点东西 然后再把它埋在里面 但因为这金炉里面都是俗称的比较 就是说所以有怨恨的人 他如果去正庙里面做这些怨恨的事情 正庙的神明 不理他 他不会理你的 所以他可能 他就是去阴庙 他可能用 某些誓言 或者是许愿 许愿 来做交换 对 可能 所以他们里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放血啊 干嘛等等 他可能就是用他的一些 比较偏借模式 那希望这些俗称的阴兵阴将 去协助他做这些事情 来达到一个诅咒的一个功效 哦 老师你有帮忙处理过男生被下情将 爱情将的案例 对 我有处理过这样的案例 那这案例当时来了当事人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味觉怪怪的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一定跟人家说 你要先去看医生 那他医生之后他说他基本上都OK 但他接近过其他人的时候 就身上就会出现一个恶臭 就是除了当事人以外 就是除了某个特定的女生以外 其他他靠近其他人都有味道 他碰到每一个人 他都觉得人家身上有味道 对 其他异性都有身上味道 只有一个女生 他觉得他是香的 没错 这是他们一般来讲 泰国传统中基本的情将会发生的事情 就会这样子 泰国 对 一般情将都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或者是说他吃其他人煮的饭菜 都没味道 就只有特定的人是 他煮的东西他特别的会有喜欢 或是味道 或是他会去让他想它 是现代吗 是现代 所以这个就是说 传说中有这种 就那你后来 那怎么帮他解这个 解这个酱子 我当时是使用 阿梅西也比较单纯 那个有时候说家境也不是很好的出身 他不是说不好出身 这个要说清楚 不要说错了 就到时候被人说 他就是没有很好的家庭环境 就是延伸家庭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他也比较单纯 碰到事情也不知道好坏 对 我们都在挑扎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就那你后来 那怎么帮他解这个 解这个酱子 我当时是使用解酱膏 以及解酱符 然后给他喝下去 喝下去之后当时 解酱 解除这个咒语的 解除酱头 他针对一个酱头系列的东西 而去破除它 跟解除这个酱头的符 没错 对 我两者并下 老师桌上 老师你说你化成水让他喝 对 没错 是你做上这些吗 对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像这个就是俗称的解酱膏 那解酱膏就是一般人 如果你有种酱头 或做什么的话 你只要用牙签 放一些些 给它吃下去 那如果它本身有种酱头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 淋酱或东西 它就会吐出来 你这解酱膏是用什么做的 这解酱膏是用 类似像这样子的 缅甸的黑药 这是什么 缅甸的黑药 它们就称之为黑色的药 它本身可以解酱跟化业力 缅甸的黑药 没错 可以解酱跟化业力 没错 它们就会用这些东西 做成像这样的解酱膏 是植物性的 是植物性的 全世界通用 只要是酱头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伏法的东西 基本上大多数80%都可以解除 你记不记得过去 我们成为前任的立委 种了一个女生 就是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有一个所谓的污血酱 是 他就说拿女生的筋鞋 然后去做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立委后来在美国 穿着内裤从家里逃出来 忽然醒过来 穿着内裤逃出来 我怎么会这样 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见得真的是礼物 很可怕 有一些重像头的 他可能绳智会慢慢做出变化 但是一般来就是感官问题 说直接控制一个人意识太难 但是可以控制一个人的喜好 就不是说我今天靠近我特别的喜欢你 或是怎么样而去改变命运 他们降头的原理大致上都是这样子 是喔 老师那那个福咧 你那个解降福 所以这是泰国的福吗 这福就不是泰国的福 这是我们华人的福 这是我们华人的福 它本身效果也有 但是因为我的习惯性是就直接把它 都是解降的东西就混在一起 给对方喝下来 对 就是鸡尾酒解法就对了 对 反正只要有东西 它一定会解开 是... 非常好用 解的时候它会怎样 它一般来讲喝下去 我有遇到过有一些会吐 有一些会身体会痛 它可能哪些地方 像我遇到过的 除了刚才当事人的男生 他有吐出一些白色的坟墓出来 那我有遇到过其他的女生 他是说他的这边会痛 那到多数我都会先确定说 他就是看医生都是没有用 我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 那做了之后他就说他会症痛 症痛之后他就会不舒服 但是随着喝的次数会慢慢降低 那这都是一种解降 因为你身上负能量放出来 其实身体都会不舒服 不是 它是怎么下降的 一般如果说被下降的 一般大多数的人 可能有一些是用照片 有一些是用吃的 那其实禽降大数都用吃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想下你酱头 我可能就买一杯黑咖啡给你 倒一些俗称的一些酱头粉 或是俗称情酱粉给你喝 他们一般下东西的话 因为不管是我们华人 或是泰国的这种粉或干嘛 他们给你喝的东西 一定都是深色系的东西 因为会要藏异物 对 比如说我今天烧服 想要下你服或是下你酱 那我可能有一些 我听到过案例有一些会拿 他说他喝过对方的烧仙草 或什么乌骨鸡汤等等之类的 才会有办法把这些异物喝下来 不然 藏异物跟压味道之类的 对 没错 要不然一般人怎么会把这些东西吃下去 对 这是他们一般下降头的一个手段 那通常就是用吃的酱头特别厉害 效果特别好 这就是俗称的桃花节 对不对 就是可能你对人家也没感觉 但是人家就单相思 单恋你 不用看我 你可以看周英俊老师 没关系 我们请教一下周英俊老师 你跟我问一下 我也会怕 你是在怕什么 你人人爱 你每天直播那么多人 只是吓不了你而已 我就怕 太远了 这样 这种方式不错 对 不要太近距离接触 好不好 好 我们请教一下周英俊老师 哪些手面向的人 容易遇到桃花节 对 我们说所谓的桃花节 就是说桃花加上结束 这个结束来讲的话 有时候就是说 因为你根本不喜欢他 但是他因为喜欢你 所以说你因此而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 或是有的是你很喜欢他 但是碰到他以后 你的财就一直被结 所以就成为桃花节 就是撩朗跟撩吉 人才两师 对 人才两师 通常在我们在手面向上面 都有一些就是说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有的人 对于这个感情爱情 他比较 比较会很小心 有的人是通常就是 只要爱上了 所以说他就会不见得是 一定是桃花节 但是烂桃花的话 因为像现在有这些烂桃花 你看他 你这个桃花你不喜欢他 他喜欢你 每天到你们家的门口来站岗 有时候甚至于你不喜欢他 他还会要对你的爸爸 对你的妈妈 对你的兄弟姐妹们不利 这都是所谓的桃花节 这些桃花节 其实是有些人你要注意 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看哪些人比较容易得桃花节 像这种人就是比较天真浪漫 但是他的 眼影不会太厚了吧 眼影画那么浓 这些人就会这样画 真的喔 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 为了说要让 因为我说的东西 它可能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所以他就把它画成这样子 我要的就是说 那个叫做眼皮比较凹陷 那眼皮凹陷 他就没办法画 黑的有点 对 辣蚝这样就对了 因为有些人年纪大的人 也会这样子 但是如果年纪轻轻就辣蚝 虽然很多人喜欢把那个眼影 画那个咖啡色 画黑色 其实有时候 外国人 对 有时候对你的婚姻 跟感情都会有问题 像这种人都是属于天真浪漫 情路比较坑坑巴巴的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人 额头比较低窄 额头比较低窄 就是比较狭窄 这种人通常就比较 思维上面比较不敏锐 就是比较不敏锐 没心眼比较单纯 那个有时候说家境 也不是很好的出身 他不是说不好出身 这个要说清楚 不要说错了 就到时候变说 他就是没有很好的 家庭环境 就是延伸家庭比较差一点点 家庭比较痛苦的人 所以他也比较单纯 碰到事情也不知道好坏 对 再来如果说你的两眉过宽 这个就是两个眉毛中间 这硬糖太高 这种人往往他就会认为 什么事情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甜蜜 每个人都是好的 没有坏人这样子 对他来讲说 所有人只要他觉得 我跟你相处就是没有坏人 他不会觉得说 哪有人会来害我 没有这种人 所以他这种人就很容易受伤 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眼皮凹陷 像眼皮凹陷的人思想 思想也比较单纯 比较容易患得患失 那像这种人往往就是你只要一喜欢上对方 不管如何 你自己也会积极的去追求他 因为你积极的追求 你不怕千辛万苦 这好不容易 那你当然如果说他怎么样 你都不会去 不会去给他有一个想法说 你会骗我 或者你会怎么样 所以他往往有时候就是在被骗的当下 他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他又是记性特别差的人 或者是 记性特别差就是不相信 对 记性特别差是什么 就是说他骗过你一次 已经被骗了你 等一下再骗你 你还是不觉得 或甚至换人了 已经换人了 同样的这样子的状态 发生在身上 他还不觉得 他会觉得 都不会记得去 你不要再说 那人是爱我 你都不知道 你没你不知道 是 如果你是爱我 对 完全不设限 所以他感情画面 就是很容易遇到任何一个男生 他就是爱下去 就是一头再下去 什么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会这样子 所以他在他的感情路上面 是坑坑坑坑坑 就是拔下去 白起來 拔下去 白起來 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就是很容易遇上桃花節 那這另外一種人 我們看過最多的 擋骰下降頭再最多 是家裡面自己的香爐 祖先的香爐 擋骰下降頭 對 走裡之間 走裡之間最多的 那以前我們抓的最多是什麼 一個三角片 那個塑料片 三角片 它這就是下降頭的東西 就畫了寫的東西 畫了東西 就把它塞在香爐裡面以後 整個就不平安了 所以以前這種降頭很多 在最嚴重的降頭 會下到哪裡 下到自己的祖墳後面 今晚沒有空來開房嗎 這種人就是沿路 他的感情 我們講沿路 婚姻路上比較波折 因緣路多波折 對 波折 他的情觀就是很難度過 常常就是在情觀裡面 度不過情觀 就會非常地難過 這種人是什麼人 就是眼睛跟眉毛的後面 這個地方我們稱為夫妻公 夫妻公比較凹陷的人 通常這種人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樣 男生也一樣很容易被騙 就是說他常常就是把那個 狼人 狼 我們講會吃 會嚇人 那個狼 當成良人 對 因為有時候他這樣愛到要死去 明明這就是在害你 明明這就是在幫你割 就是說有時候說 我幫你救了一點錢 也沒關係 錢不夠 我幫你救什麼都沒有關係 旁邊的人都知道 這個人在騙你 但是呢 他就是如果風帝不急 急死他會敢 他根本不急 他覺得這不是 這個人只有我才能救他 因為只有我才是他的救世主 你們都不懂 他是肌肉骨 我是原始股東 我現在是在投資 他都認為他自己是一個救世主 他覺得說這個感情 因為那個人就是擲在感情欺 或是說那個人一定要我來救他 我才是救世主 所以他才是愛我的 我跟他才是真正的一對 你們都沒有 你們都常常吃米粉在發燒 他就一直覺得 別人都不懂他 結果被騙到 他就比較慘 不夠一切 有時候他外面欠錢 幫他借錢 他幫他救錢要補 當時大家都知道 不能保 保就是人呆當保 那他就是做 因為只有我才能救他 他就會去幫他蓋章 去幫他做保 所以到後來很可能 甚至於連公司的那個 應該講說 他要做 要做行李 做一家公司 他連公司的負責人都是他 就是幫他當負責人 當人頭 開票 所有的都是他在做 但是名字都是你 到後來一發現他走了 你所有的錢在什麼 都在你身上 他可能你們分開以後 你還要繳一兩年兩三年三四年 有時候都還講不完 所以這種人真的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的愛情 你的感情 你的婚姻路上 甚至已經結了婚了以後 還是會這樣子 都比較比別人比較差 比較弱 所以還是要小心 有時候多愛一下自己 會比較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這種人叫做 紅顏薄命 長線苦練 這種人真的是很漂亮 他第一點就是眼睛圓大 圓圓大大 你看起來就是很可愛 就是漂亮嘛 就是可愛嘛 這種人 但是他對於感情 他只要他自己認為 他喜歡的人 他什麼都沒關係 都什麼都不在意 有的人說 這種人比較桃花比較重 但是其實是因為 他被愛的人比較多 就是愛他的人比較多 我們講眼睛圓大的人 是愛你的人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的鼻子是翹小 有的鼻子是小小翹翹的 很可愛的 像楊娃娃那樣 那個最笨 那個叫天真鼻 天真鼻 那像這種的人 因為那個鼻子在我們的 面相裡面 就是面相裡面就是說 鼻子就是女生的主夫妻公 那你如果說你鼻子翹小 鼻子小的人 他的夫妻公通常都不好 你都沒有辦法碰到一個好人 所以你有很多人愛你 很多人來追求你 那你是來者不拒 那因為你的鼻子的關係 所以你碰到每個人愛你的人 都是那些不可以的人 不可靠的人 所以你像這樣子 有時候 像那個 譬如說大老闆 上市櫃公司的老闆 或甚至於真正有錢的人 他來追求他 他反而會給他吃 吃掉 他不要 因為怎麼樣 那可能不是他喜歡的 因為他會覺得 他不合他的演員 他喜歡他合他自己演員的人 那他喜歡怎麼樣的人 喜歡就是說 他覺得說他是一個 應該說他是一個才人 就是說他很斯文 他講話是怎麼陰陽頓挫 甚至於會造詩 這樣子的人 他就認為他是一個才人 或是說他講話很會撩他 那因為應該講 他就會覺得說 男人不壞 那女人就不愛 那種完全講話 完全不愛講話 或是不會講話的人 他會認為說 這只能沒有用 他就喜歡這個就是 會撩他的人 或是怎麼樣這樣子的人 結果他的婚姻 往往就是怎麼樣 他只要是 碰到婚姻方面 他真的就是變成是一個白痴 所以他的婚姻 往往會一次又一次的 受傷害 而且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這個叫做紅顏薄蜜 長線苦練的人 謝謝老師 但是我要回頭問一下 問誰 那我覺得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要問我們老師 老師 剛剛我們前面講說 那個 在人家香爐裡面 放生雞腿跟生雞蛋 這是在幹什麼 我們看過最多的 檔薩亞下降頭 再最多是家裡面自己的香爐 祖先的香爐 檔薩亞下降頭 對 總理之間 總理之間最多的 以前我們抓最多是什麼 一個三角片 那個塑料片三角片 它這就是下降頭的東西 就畫了血的東西 就把它塞在香爐裡面以後 整個就不平安了 所以以前這種降頭很多 在最嚴重的降頭 會下到哪裡 下到自己的祖墳後面 然後再下到自己的祖墳 那那墳 它自己是蒸祖墳 祖墳 祖墳那祖先的墳墳後面 下到下墳 現在下墳後的時候 你要去找 找出來以後 你去挖 挖出來 但放在墳墳 大部分都是用衣服 用比较大件的才会吓到阴 在我们坟墓上 我处理过一个最严重的是 几乎是月经不停的 打针以后 月经不停 月经不会停 打针以后三五天 好了 就又来 到最查不到 因为医学简单 癌症也没有 只够没有癌 什么都很正常 但就是不停 到最后从家宅到祖坟 到最后发觉到 祖坟的后面有问题 挖了之后 挖掉以后就衣服藏在底下 他是不让他生是不是 他就是挡赤争财产 挖掉以后 自动的过了十几天 就好了 不吃药 不用吃药 不用改 好了 这种被下降头跟人家下降头的 都会那个吧 下降头 有时候不要所以不断下降 下降你的老师的功力 事实上像我们常碰到的 下降头就说 我帮他下这个降头 对方 对方来的时候 变成说这个老师比我高强 他抓了之后 他用武的打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受伤害 所以我们基本上说 有很多方式 解降有很多方式 一种用武力的 一种用温柔的方式 但我大部分都是 我大部分都是用温柔的方式 对方也没感觉 那个老师他可能拿人钱财 为人消灾 那你也不要去打他 那我就把这个包掉处理掉以后 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 我们祖师这边 当事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顺了就够了 不要又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 去做在法术 常常就是剁法术这种情形 到剁到最后 就是于庸得利 到最后都不得利 因为我真的打过去 他受伤 他打过来我受伤 大家都在玩 除非是江湖树士子 为了要赚钱 就一直在玩那些东西 你找他下降头 到最后你把你钱财 全部降了 都给这些降头师 全部吃光了 没有意义吧 那这个就问 对 以前的人说在炉里面放东西 那就是造车 那造车它比较容易放得到 譬如说我们家的炉 哪有可能给你放得到 不可能 它只有一个地方的炉 那叫公厅的公路 因为公厅里面 就是那个三合宴四合宴 以前的人那个 公厅那个 那个叫炉 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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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放的那个 我们的神明在拜拜 神明公妈在拜拜 那那个可能那个门是 有时候是常年不关的 不会说你有住人 要不然通常有的人 就不会去关门 那那个就是很容易 最怕的就是 就是怕被人家放五寸钉 嗯嗯嗯 以前那个就是五寸钉 就是那个铁钉 把他放在里面 那放在里面 人家就要做 要给你做什么 就是要 要给你们祖宅 让你们家会出事 那所以我们 每次在这个 十二月二十 有没有 清炉的时候 为什么要穿路 就是要把这个炉里面的 脏东西 譬如说你们有去 放过五寸钉 放过银子 放银子 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们家的财印的东西 要把它拿出来 要把它丢掉 是这个意思 通常现在人比较不可能 因为现在的房子都是在家里 因为我们的拜拜都在出来 所以它是放不到的 老师你讲这样 我们现场就有一位 曾经被人家下过降头的 看得出来是谁吗 他自己去警察局前面下跪 那个可能以为 这个是开封府吧 要击鼓深渊是不是 对啊 然后他说要 后来 其他会说 不你是在无影响 他说他要转运 是转运喔 对 我们问一下陈清云老师 到警察局前面下跪 真的可以转运吗 其实这应该 一般来讲任之中 就是可能他命中 他可能有去给一些老师算命 看见就是他有官府 他可能有阴霎 小人可能会引起一些官司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碰碰壶 等你喔 我们现场就有一位 曾经被人家下过降头的 看得出来是谁吗 我自己自首吧 看不出来 为什么 年纪轻轻 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蜜老师 那我从年轻结婚以后 就自己就是开店当老板 我开了SPA馆 那时候 以前我们那个年纪 真的赚 这个开SPA馆是很赚钱的 就是女生帮女生 就是美容的 那时候我刚好因为晚班的小姐缺 那我就应征一个新工作人员 然后新来的工作人员就来 那当然因为两间店 而且我的店很远 一个在板桥一个在内湖 对 那我就 每天收现金要跑很久 对 每天开车这样子晃 然后我也要寻店嘛 就是要看一下店的状况嘛 那有时候要跟客人打招呼 就有一天就是大概晚上 我比较晚10点多回到板桥这边的店 然后我就进去 因为我们会看今天晚上有几个客人来 我们要看客户资料 我进去一看的时候 奇怪 我的客户资料好像那个小朋友拿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蜡笔那一种 它是用黑色的 整个那个就是客户资料都土 就像小孩子生气 我不要写功课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会不会是我的客人 就是小孩子把他涂鸦 就带小孩来 然后我就翻过来一看 也是一样 再翻过来一看 那天晚上的客人的资料 几乎全部都用饼这样子给你涂鸦 然后我就心里想了 因为我那时候26、27岁 这个年轻气胜过嘛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一个晚班就是那个新员工 那另外一个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员工 不可能会是他 但是呢我就想说他们两个 那我的旧员工为什么不会盯着那个新员工 不会阻止他这件事 那我就当然就打给我的新员工 10点多快11点 我就打给他 他不接 我打给新员工也不接 好啦 这下呢 我真的有点点心里不太熟悉了 那我就直接用简讯告诉他们 你们两个明天开始就不用来上班了 我就这样给他 好 结果造成了劳资纠纷 然后我就收到了那个调解委员会 要调解啊 调解委员会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拿钱出来嘛 解决事情嘛 然后我们就去调解委员会 那当然旧员工我很愿意给他 因为他毕竟我把它弄就是辞掉 我该给的我都给足他 我就说下个月的5号 我就会把这个钱放到你的就是户头里面 那我希望你离开我这边就好好做事 对 那我的那个新的才来一个多月而已 那调解委员会说你就给他两万 那时候他有跟我在电话里面跟我讲 我说好吧 可是我那个会计为了要替我打爆不平 他就准备一块一块一块的钱包起来 就现场拿给他叫他当场署 那好啦就这样子解决事情了嘛 对不对 好啦那我就隔了大概不到一个月 突然间我觉得 可是就他是他们两个 你的救援工跟新员工 到底是谁画的呢 我到后来都没有去问了 反正把他们吃掉了嘛 对我就不问这件事 不问谁谁也不会承认的事 对这件事情我处理完我以为没事了 好那我当然就是继续做好我的工作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 就是第一个 我好像每到下午三点很准时 我就开车出去不到店里 以前我是两间店会寻 我就突然间觉得 怎么会很莫名的就很像有一股气 会把你赶出去 不让你在店里 什么你开车出去去哪里 我就准时三点我就出门了 那去哪里呢 去干嘛 就开车去逛啊 就到外面揉揉手啊 年轻嘛你就不怕累嘛 很奇怪 然后后来我的店呢 越来越没生意了 就是你会感觉冷冷清清 然后我就觉得怪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心里在想我自己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迷你老师 但是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怪怪 但是心里在想 这年代怎么可能会有人会 会打车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就这样子想 就有一次我在进茶的时候 我就 我就在拜拜的时候 我们激工师傅就跟我讲说 你会打车哦 我说哪有可能 没有听到没有听到 我就是逃避这件事 对 好啦 那这件事情我也不理 不理 我朋友就是在隔 隔没几天 他有一个就是 世代传承那个做毛笔的 一个 灵性的那个朋友 林大哥他们的那个店 在仁爱路那个圆缓进去 有一个巷子 他要开幕 我就去买一个那个达摩 这么大一尊 然后要送他 那是一个明雕刻的那个达摩 就是用陶瓷做的 那我就带着要去送他 就我去的时候 我进去我就把这个礼物 就送给那个林大哥 然后送给他 然后林大哥就说 那个就是我介绍一个师姐给你 然后他就介绍一个师姐给我 那师姐就说 你可不可以就是 我有话要跟你说 可不可以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好 然后我们就到办公室 我以为他要跟我聊聊 就是聊一些就是命理的东西 结果我们就 我就下去到办公室 然后他聊的时候 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你被下福 我心里在想这么巧吗 就很害怕 就是你开始有毛了 你知道吗 他说你一定不相信 对不对 我说 这个时代还有人会下福吗 这什么时代啊 然后他就说 那你写他的名字 我写他的年纪 我说好 我们同时拿笔哦 我就写 写我那个员工的名字 然后呢 我当时看到他写他的年纪的时候 真的是答案是对了 我那时候才开始起鸡笔疙 然后我就说 那我该怎么处理 他说很简单 因为他是对你的店下那个笔 所以呢 你三天以内搬走就没有事 要不然的话你不搬走 接下来就是你的身体要出状况 哈 我一个店搬走我的装潢怎么办 对 而且声音又很好 我真的有点毛了 然后 我就跟那个师姐说谢谢你 好 然后我就上楼梯 到一楼的时候 我就眼睁睁看着林大哥的那个桌 那个柜台 那个打磨 直接砰破裂 砰 就这样子破裂 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 真有那么一回事吗 我真的三天内 我赔钱我真的就搬了 对 我就搬走了 然后听说啦 这个店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租出去 就常常会换店家 大概不到半年就换人 就换人 就换店家 所以我后来我 我自己当命运老师以后 我们在处理很多的 那个就是一些 信众的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 如果你有发 你有发觉你自己很怪 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 你可能拿一个身体 哪一个地方 譬如说我呼吸困难 而且是特定时间 譬如说好11点 就很就固定有那个动 有那个事情会发生 或者是你会像我一样 就是特定的时间 你会出去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 他会跟你寻常 平常的你的动作 或者你的身体状况 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不要去想这件事 因为他不会 不会让你 就比如说你呼吸困难 可能他不会让你自愈 就是自愈 就是会让你 生命危险 只是会让你呼吸 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就不要去想他 你越不想他 他不会驱动你 而这个腹 他有时间性 那你越不被他吸引的时候 他这个是一种磁场 他都是一个磁场 所以你被 如果你越想说 真的好像被嚇唬 所以有时候 观众朋友 你常常来算命 不要跟老师讲说 老师哦 我是不是 黑黑胡脸 有时候你是多想的 那你不要去想这件事 你就不会感受到 他的那个 符 符咒的那个 那个磁场 你就会慢慢时间过了就没事了 对啊 来我们休息一下 最终的广告马上回来 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1点 就是凌晨的1点 这个时间点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准备一个叫做 我们普通的机能 这一蛋 这个叫水煮蛋 对 它是最简单的水煮蛋 是 这个蛋一定要先煮熟 你不要生蛋 你生蛋拿来我弄下去 不得了 稍等水煮熟就凉够够 欢迎回来 你好好玩 有些人做一些奇怪的举动 说是想为自己转运 你知道 怎么做 最近有一个新闻 来我们看这位男子 有一个男的 有一个男生 他跑到警察局前面去下跪 警察也没有找他 也没有骂他 他自己去警察局前面下跪 他可能以为 这个是开封府吧 要击鼓深渊是不是 对啊 然后他说要 后来警察会说 不然你是在无影 他说他要转运 是转运喔 我们问一下陈青云老师 到警察局前面下跪 真的可以转运吗 其实这应该一般来讲认之中 就是可能他命中 他可能有去给一些老师算命 看见就是他有官服 他可能有instagram 小人可能会引起一些官司 以前有啦 一个女明星啦 过年的时候跑到警察局 叫警察说 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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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转运 对 因为他就认为说 我今天办了官服 但是我不想要 但是我不想要吃官司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可能去给警察骂一骂 那因为我就等于进了衙门 那进了衙门 在古代中国进了衙门 就过这个运 就像很多人说 我有血光之灾 那我就去捐个血 我是不是就流血了 那如果我今天有官服的话 我可能今天会遇到一些 司法上案件 那我就不如去给警察骂一骂 最多被他赶出来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去做这样的行为的话 大致上的任务之中 就是想说我要去过运的感觉 就想说我去那边给警察骂一骂 过个官服的运势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一个 现在泰国很有效的转运方法 是 叫什么 冲花粮 没错 花朵的花 对 冲花粮 没错 所以你现在表演这个 泰国的冲花粮 对 没错 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是招逃花还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它都是有的 就像我们今天要好运之前 可是我身上可能有负能量 有些人可能我在医院工作 在很多地方工作 那可能导致有很多好运都进不来 那它本身冲花粮的话 可以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负能量 都送走 然后再增加一些好能量进来 OK 对 所以它本身的话 有非常多的一个用法 那在泰国中也非常多的人 都用这种方法来转运 老师那给我们这个做一下 示范一下 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都用大水桶 大水桶 因为方便的话 因为要一次把自己全部冲到 最好是全湿这样子 对 没错 越湿越好 越湿越好 最统湿越大越好 全部都送走 现场示范 你要不要湿一下 你要不要湿身一下 我没有 我这个运气就不错 那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准备这个水的部分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其实都会准备 像我们华人最常用可能五十水 阴阳水这些东西 它本身就是聚满正能量的东西 五十水或者阴阳水 对 那一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水把它倒进来 那一样的大概倒到八分满 那如果说家里面是用水桶 或是用其他桶子的话 你就自己去斟酌 那一般来讲的话 会建议说就是倒到八九分满 那水多一点会比较好 那当你把它去水倒好之后 后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会用一些鲜花 那这些鲜花的话 你自己本身当然是可以用一些 可能有一些人会拜神佛 拜神佛的鲜花 跟它沾一些桂器 拜过神佛的鲜花 对 就来拜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 那拜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这些花朵都是鲜花 我们就是把它用成像花瓣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鲜花 对 那我们相信鲜花 花可以分吗 我想要玫瑰花 或桃花 可以 有抑郁的花 对 对 没错 那你在其他的过程中 除了这些鲜花 我们相信可以带来自己的人缘跟好运 那刚才我们也会有介绍 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想要效果好一点 那你当然也可以放一些芙蓉 艾草 这些东西去去掉自己的负能量 哪一个花是代表钱财的 钱财的 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都会放一些比较 你如果说是要钱财的话 像你后面可以再加一些 比如说像 像我们 哦 银柳啊 我们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一般泰国可能用俗称的人缘油 那我们没有话 你就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 那种橘子香的一些 这些香水 柑橘类的 因为它果实代表是钱 钱牛花 钱牛花 什么话 我没有听 很熟但是没有听懂 钱牛花 钱牛花 哦 钱牛花 还一朵切一朵 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再加一些 这些俗称的香水 那里面你可以加一些 柑橘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都代表财富 因为果实是丰收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些 这些东西去调整 自己的一些好的能量 那你放好之后 基本上 因为花的关系 再加一些就是 你可能想要招财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柑橘 那你想要更棒 你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玫瑰香精的 一些精油等等 去提升好 所以我们除了提升 自己的好运以外 也把负能量去送走 那因为一般人 他可能他本身不是法师 那我们可能就 没有办法说去做一个 念奏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借用一些 天地的法则 所以这个 冲花梁仪式 一定要在白天 有太阳的时候做 我们借用太阳的正能量 所以你这盆水用好之后 你必须要放在太阳下面 晒十到二十分钟 先给它得到正能量之后 再把它拿起来之后 往身上冲下来 自己冲就好了 对 冲下来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记得要观想 观想有正能量 阳光 充满你的身上 然后所有的负能量 都离你而去 去把它冲走 冲的时候 一定看到一个很重要 一个地方 就是你千万不要在 自己的家里面 你不要把负能量充完之后 再放在自己家 所以一般来讲 我会建议你去阳台 或是去户外的地方 去把它冲出来 把这些负能量 冲到水沟里面 不要进自己家 我求桃花 我去冲的时候不是 邻居都看见 你叫直播冲 直播冲 对 收视率爆棚 真的 对啊 收视率爆棚 然后就 冲花枣 这边都不要穿 可以啊 就是一般来讲 要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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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可以观想一些 好的桃花跟东西 好的桃花 对 一些好的桃花 跟好的人员进来 好啦 那个 我外面弄一罐 那个人员有给你好了 看你喜欢谁 可是你去看喜欢谁去抹谁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除掉一个 负能量的方法 而且在台国 譬如说像是 你会常听到他们 泼水节啊 会泼水把你负能量送走 而且会带来好运 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 韩语跟的案例 然后要一大桶 花可以多一点 看我们的心意 对 然后一桶 这样全身冲湿 对 冲过我们的水 其实就可以带走 我们的负能量 所以不要在家里 不要在浴室 对 没错 可以在外面 你去露营的时候就可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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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就是可以把这负能量去送 送走之后 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他们家里面 很多都有一些老师 风水布局 但很多人布局都觉得 可能没有那么好 其实因为你身上可能常去一些 一些比较脏会的地方 比如说医院啊 或一些地方 所以你好能量是进不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习惯先把自己清干净 但你的风水布局好能量才可以进来 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一个好的能量 所以非常的好用 哦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来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请周益君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觉得自己很衰的时候 有没有简单的小秘法可以转运 周老师 所以要把它给拆掉 结果后来没想到 没有人就拆不掉 因为每次只要拆的话 当你比如说有人生病 他们就是出现不太好的事情 甚至包括因为那旁边有个捷运 本来他们叫捷运站 他本来要往下修那个地下道 结果没想到 在那个整个那个 机器有没有 开始往下挖的时候 就不断的发生故障 结果一直有故障的时候 就那个工地的那个工头 还有包括那个包商 就觉得很疼痛 我们请周益君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觉得自己很衰的时候 有没有简单的小秘法可以转运 周老师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运气 有时候真的很衰 不知道如何的时候 台湾还有一种 我们应该讲说 以前有一种叫做 金蝉脱壳 大家都知道 金蝉脱壳 那金蝉脱壳 有时候我们到那个 那个 如果像说 会去扫墓的时候 有时候会那个什么 转那个叫脱壳这个状态 那其实老师这个秘法就是 引用那些东西 那如果说你觉得真的说 这玩家真的最近真的很衰 就是说话都会被 好像就会卡到人 会被人家反驳回来 种种这样子 觉得其实不太很理想 很快乐的时候 那你就是利用晚上 因为晚上阴阳交接的时候 阴阳交接的那个 那个时间点 就是止时的时候 那这个止时的时候 就是晚上的十一点 到早上的一点 就是凌晨的一点 这个时间点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准备一个叫做 我们普通的 这一蛋 这个叫水煮蛋 它是最简单的水煮蛋 是 因为你要买蛋白质的话 你不够的话 这个蛋白质是最好的 你还可以增加你的蛋白质 这个水煮蛋 那你在晚上的一到十一点 到一点的这个中间 叫做止时 那准备一颗熟的蛋 这个蛋一定要先煮熟 你不要生蛋 你生蛋拿来放下去 那不得了 稍等整身口就黏糕糕 那你用一个熟的那个蛋 那你走到哪里 你就是在你心里面那些 就要走到比你家更高的地方 比如说你要出去 因为你要脱口 你要脱口 脱口 而不是在你家脱壳 所以说你要去外面 你外面到哪里 到比我们家更高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家是住一楼的话 那你就要天橋上就可以 天橋外面 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家 我们家就很高 二十几层楼那怎么办 那有个地方 它叫天台上面 但是注意天台有时候 还小心 因为有时候你心情不好 天台太大太大 那就不行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那最好的方式到山上去 山顶 因为山顶通常 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那个我们盆地 那山上就已经很高了 不明儿子去山上 有时候如果你早一点去 到那个时候 台湾其实很多地方 你觉得不明儿子 那像那个阳明山 那个倒数那边电话 还很高的 对 先你当然就不知道 因为晚上山上很多 灯光很好的地方 很多 不是说你那个时候 请你早一点去 看看夜景 到那个时候 做完了你再回家 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 好 那你这一粒 我跟妳讲 你先这样子手磨一磨 增加热气 这个就是你要把你这个气 过给这个蛋 收好之后再来讲 是 把那个气 把我们的气 因为 因为你刚刚在搓的当中 那个气 它就会往外出 把你的气 把你扭出来就对了 那就把你这样子摸到你的蛋 好了 这样弄的了 你的气已经到 到那个蛋裡面 那你在这样的冥想 现在什么人 这样放钱欠我都不行 那什么人 没钱没钱 就要说我后边话 那你要想 那说我很欠 那你就把它吐三口气 一口气叫做 厌气 再一口气叫做 衰气 欠 再来又一口 欠气 欠气 三口气了 这样子 如果说没有地方去敲 你要敲你头 要自己的头 我们也要说 对 我也要说 对 那如果有地方敲的话 像你这样子要敲 敲一敲 这两个就已经拿掉了 你就把 如果说你可以这样敲了以后 把那个蛋壳往你的 那个叫做 我们的胯下 胯下表演一下 胯下 两脚打开 叫胯下 对 这样子一直丢到后面去 那就是说 丢到后面 把那个衰气丢掉 对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好像不优美 其实老师也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刚刚就是 因为我们蛋这里不方便 没有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丢 剥一剥以后 你放在地上 我跟你说 更简单 那个叫 对 看 有没有 摔去就往后面去了 有时候我们说 刚才你知道 我们的车子停在那个树下面 是不是常常都会 拌到那个胶子给我们放晒 那经常都说 哇 那个真的是气死了 所以是 那你就是可以剪一块石头 剥一块酒头 把那个胶子 把它刷掉 对我们的胯下 把它等过去 结果 那个就是怎样 有的人说 胶子给我们放到 我们会摔到 这样就不摔了 小树 树叶 因为通常都树下面嘛 树叶把它摔掉 那如果大家 像那两个 那如果大事 煩惱很多 要炒几粒 一粒就吐 一颗就可以了 对 我们怎么没有说这粒两 这粒要怎么 这粒要吃吃 对 这一颗蛋 因为我的 过的事情在吃进去 不是 刚刚 过的事情 不好的已经丢掉了 已经丢了 这个叫金蟬脱壳 里面是好的 是重生的 全新的 全真的重生的 你是会烦恼的人 这烦恼很多 是啊 如果有 你不要够把我煮一个温泉蛋 你 如果有十件事情 要不要吃十颗蛋 就都不用吃饭了 十件事情 都一个事 叫做衰气 对 你二十件事情 也是一个事情 叫做衰气 这个衰气就让它走 我就不衰了 我今天带来 带20个人去 不可以 不可以 吃到会 抽粿 不行 好 就这样子 如果说观众朋友真的 可以 不妨用一用 因为这个还是我们 我们台湾的这个 叫做 金蟬脱壳之法 还算不错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不过我们今天介绍 这么多开运的方法 我想大家每个人 都希望能够开运 但是要千万提醒大家 有一些庙不能随便拜 孝晨哥就有一位空姐的朋友 拜了一庙 还忘记还愿 结果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对 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借钱后 有借有还 是 带你到庙里面去 去请愿的时候 也必定要还 是一定要还的 一定要还的 对 最好监狱比较还 要还 那他这个庙是在台北市 然后 他的庙很小 但因为他那个 他的一个 会出现的情况 是因为那个当地人讲 当地人的说法是说 清朝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大水 后来之后 就是水退了之后 就发现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 发现到一个 那个无名的女尸 本来那个 当地居民想说 就是干脆把他安葬好 因为他是 找不到他的一个家人 就没想到 当地人当天晚上 准备隔天要下葬之德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晚上 所以就做了一个梦 好几个人做了同一个梦 就是这个无名女尸 就在梦里面跟他讲说 他很感谢他们 就是说 能够帮他去处理这个善后 他希望能够在原地的时候 能葬在原地 也希望他们能够 帮他们立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庙 然后他会保佑大家 那这几个 这几个当地居民想一想 我怎么会做一个同样的梦 那干脆就直接 就把他给人家当地 那边的话 就盖了一个小庙 就很像我们那个 刚刚老师讲的万英公 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是个音庙 那 我有一个 然后他这个音庙的话 有没有 因为在那边慢慢久了之后 然后曾经有发生过 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 听说是要把它给拆掉 结果后来没想到有没有 就拆不掉 因为每次只要拆的话 当地比如有人生病 那边就是 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甚至包括 因为那旁边有个捷运 本来他们捷运站 他本来要往下修那个地下道 结果没想到 在整个那个 机器有没有 开始往下挖的时候 就不断的发生故障 结果一直有故障的时候 那个工地的那个工头 还有包括那个包商 就觉得很头痛 奇怪 平常好好的时候 没事到那边去 要挖下去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 后来之后 是因为有个里展 旁边经过 就问他们说 他们在烦恼什么 他说每次动不动的话 就有机器就坏掉 他怎么看呢 他就想一想说 我们旁边有个庙 你有没有看到 我说有啊 你有没有去上个乡 跟他讲一声 因为你毕竟有没有 在他的地盘上面 叫洞土 因为两边的距离又特别近 他说你是不是惊扰到他了 要不要再跟他讲一下 然后他没想到 一拜完之后 听说有没有 马上那个整个机器 什么都没有问题 工期非常顺利 那附近有盖那个大楼的时候 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也去那边拜拜 拜完之后有没有 然后就没事了 那这个跟我那个 我刚刚前面讲的 空姐这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那时候的 我这个空姐朋友呢 因为他当时的时候 因为他未婚嘛 当时未婚 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个机长 那两个人就在一起 他在一起没多久之后 他后来发觉到 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原来这个机长有没有 隐瞒他已经已婚的身份 他结婚了 好死不死的是 因为他的太太也没有 跟他在同一个航空公司里面 是个资深的空服员 那这个就变成 我朋友就变成小三嘛 对 那变成小三之后呢 那爱的有参戏嘛 他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还是很喜欢那个机师啊这样 但是呢 就后来这个慢慢的 这个正宫就知道了之后呢 就开始就联合其他的一些 那个空服员 就开始霸凌我这个朋友 因为他比较稍微资钱 然后就开始霸凌啊 甚至在工作上给他找麻烦啊这样子 结果他就他就觉得很闷 很闷的时候呢 可是他又不想离开那个机长 那怎么办呢 他有一天想一想的时候 他想 那个时候他存了一笔钱 他就想在那个 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庙的那附近 就买了一个那个房子 就买了一个大套房在那边 他当作他算是工作那么多年 还存下来钱的一个 一个慰绕就对 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上班的时候 他都会拖到他行李箱 都会经过那个小庙 他从来没有在甩那个庙的 他想那个庙好小喔 他看起来好像也不起眼嘛 他没想到太多 可是因为他被霸凌了很多次之后呢 有一天他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心理压力太大了 有一天的时候他又要上班 就一大早 大概六点多的时候拖了 拖了行李箱出来 就经过那个庙的时候 他突然就在那庙 就开始就拜拜 以前从来没有再拜过 就突然拜拜 拜的时候呢 然后就想到那个正宫 那个欺负他的那些嘴脸 是 就跟他就跟那个 在里面的一个神明 就跟他就齐了一个愿 这个愿是什么呢 青春期间呢我们大家喔 有大部分都会去清末好友家里面去走访做客 去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个伴手礼 那到底要带什么伴手礼呢 那每个伴手礼当中呢隐藏着一个挂像 那各位看看呢你要带什么伴手礼去 第一个呢这个伴手礼呢是色香葡萄 第二个伴手礼呢是子弹莲霧 第三个呢是哎呀满喷满锅的樱桃 第四个呢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 好那大家呢观伴朋友来选选看 你要选什么伴手礼来送给你的青鸿好友 就团白拜 拜的时候呢然后就想到那个正宫 那个欺负他的那些嘴脸 是 就跟这个在里面的一个神明就跟他 就起了一个怨这个怨是什么呢 就说我希望他真的摔断腿 就讲那么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然后呢讲完之后呢 然后还说什么 你如果有成真我就一定会给你还愿 就这样他就想说心情就舒坦 他把他想说我就把这个怨气 跟神明讲完之后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就很开心的有没有 就去拖了心里去上班 就没多久之后呢他听到一个 一个事情就是 这位基石的正宫的这个太太 在国外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到国外到把行李拖到 那个饭店里面去 要出来要用餐的时候 就竟然会被车撞到 就在饭店那边在外面被撞到 撞到之后他真的还断了一条腿 那断了一条腿之后呢他就很嗨嘛 很开心啊 因为那个太太那个那个 他那个腿伤实际上是蛮重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没办法回到台湾嘛 所以他必须要在当地要住个几天 几天他想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男朋友 这个好好的好好的这样子就是打情骂俏啊 干嘛有的没有的这样 只好可以相处一段时间啊 更好这样 然后他还是这样继续上班 可是慢慢开始就出现一些状况 什么状况就是 他们这些空服员他们有时候 那个乘客拖到行李 那个行李他是可以放在那上面的一个 一个那个 就算那个行李仓架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都平常这个动作都很熟练就去上去 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放上去 他明明就知道那个 行李已经卡进去的那个凹槽里面去 你照理讲就不会掉出来 没想到那个 他才刚刚一转身的时候 那个行李居然就摔下来 打到他 就从上面就砸到他的背后面 他就让他开始受伤 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 他那个什么那个餐车 他们有时候就要送餐的时候餐车 他们都脚后有个有个刹车嘛 刹车器 他明明刹车器就已经踩了 他开始在送餐的时候 就那个飞机有没有 就稍微这样子稍微跌了一下 可能是乱流吧 就跌了一下之后 没想到那个刹车器居然失离 往回退 就直接从上来就又把他撞到 又打到他 又撞到他 他撞到的时候他想说怎么好 最近好像怎么感觉这么衰 而且自己都觉得有点恍生 那一直到怎么样 一直到有一天的时候 他晚上的时候在睡觉 我那一天是被他挖起来 大概清晨大概两点多 被他挖起来 就听到他那种很恐怖的 凄厉的那种 边哭边叫的那个声音 我想说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以为是有什么 坏人要闯进他家里面 我说你在哪里 我说他在家里面 他就跟我讲说 你来赶快来救我 我说我要救你什么 他说说他家里面发现到 有七只会飞的大蟑螂 其实超级大 大蟑螂 然后在房间里面再飞 然后后来还补了一句话 他说你来救我的话 我是嫁给你 我跟他讲我才不要 为什么又也怕蟑螂 我比你害怕 我真的超级怕那个蟑螂 你没有七只在那边穿 我想一只的话 我就快崩溃 七只的话 我当场就心脏麻痹在那边 所以我就拒绝他 我说我不要 我最近找我做什么OK 唯独打仗了这件事情 去找别人 结果 没有 后来就根据他那个 我这个朋友的说法 是说当时就赶快就是 迪迪壮壮地爬出去 有没有 然后爬到就把房门关起来 后来就让看到一个 更恐怖的情况就是 他们那个就是 房子的那个走廊 包括天花板还有墙壁 大概他都超过至少十只蟑螂 那根本就是蟑螂大军入侵 这样子 就这样爬 他整天就会崩溃 他就打电话找另外一个男的 那当然后来他就嫁给那个男的 真的吗 真的他真的要嫁给那个男的 那这不是重点 他后来是 打给他之后 后来之后他就觉得 他那个实在怎么样都不对 这样 他就跟他妈妈讲 他妈妈就说 我带你去庙里面 他就去三重 有一个大庙 去那边就是问 看到底怎么回事 没想到问完之后 得到的签 居然是神明告诉他说 你有愿没有还 有愿没有 赶快去还 他突然就想一想 我有什么愿可以没还 猛然突然想起 前面哪有一个小庙 他曾经有一次这样 就是办了这个事情之后 然后就没有那个 然后他就再去还 他还的方式的话 我是不晓得他到底还什么东西 应该是买了很多 很多东西有没有 到那边去做一个拜拜 那个庙里 那个一庙拜的是个 女生 他是个女生 对 他拜完之后的话 有没有 拜完之后的话 他想想应该是没什么事了吧 他好像又去问了一下那个 问了一下那个 有个妙宫嘛 就要问了他一下 大概 我到底这个OK不OK 他那个妙宫也是 帮他去处理一下子 然后回到了 他说神明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愿已还 但是有没有 你的缘有没有 已灭 就是说不要再去眷恋 不要再眷恋 不要再眷恋 就跟他讲就是说 你已经还了我的愿了 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你这个不是你的政客 不要再坎脱了 不要再坎脱了 你还要管教你放弃 所以后来我那个朋友 就是因为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神明给他一个职遇 他才会叫做OK 好就死心 嫁给那个 当初帮他抓蟑螂 那个男的这样 我真的要帮那个男生讲 真的很厉害 哇 打蟑螂 是说那神明也蛮厉害 可以管到国外去 是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李玉佩老师 我们要益金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去除衰运吗 好的 新春期间 我们大家 有大部分都会去 亲朋好友家里面 去走访做客 去的时候 一定会带个伴手礼 那到底要带什么伴手礼呢 老师这里先帮大家 都已经选好了 这里一共有四款 那每个伴手礼当中 隐藏着一个挂项 那各位看看 你要带什么伴手礼去 然后他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 你除的是哪一方面的衰运 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伴手礼是 色香葡萄 第二个伴手礼是 子弹莲雾 第三个是 哎呀满喷满波的櫻桃 第四个 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 好 那大家 观众朋友来选选看 你要选什么伴手礼 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陈老师你选择哪一个水果 选择四 四 好 陈老师 那林林老师 二 五 好 那校成呢 三 我选樱桃 樱桃 五 好 那我选葡萄好了 好 周老师葡萄 林哥 一 二 三 一 好 都是一 你哪里 好 这么多人选一 那我们就从一开始揭笑 好 一就是这个摄香葡萄嘛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样呢 跟陈老师一样 跟周老师一样 周老师一样 选择是摄香葡萄 你可以取出什么衰运呢 好 这个挂叫做折火折 然后呢摆脱不舒服 它有90分 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事先呢 你身体上面有一些微样 那么到下个月之后呢 这些不舒服的状态都已经消失了 那针对呢 你身体本来就很好的人呢 你选到这个水果呢 就代表你未来一个月 你迎来的是健康 好 我们来看 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这位陈老师选的 如果观众朋友 你们跟陈老师一样 选的是草莓的话 是什么衰运呢 这个叫做天风狗 然后呢摆脱单身狗 它有70分 那如果说呢 观众朋友你们已经结过婚的 或陈老师你已经结过婚的呢 这不叫做摆脱单身狗 而是你在下了一个月来讲 你迎来的是人缘桃花 其实是蛮好的 好我们来看呢 第二个好了 第二个没有人选 林林老师 只有林林老师选子弹连我 好观众朋友 如果跟林林林老师一样 这么幸运的话呢 这个叫做三天大处 这是大处卦 对 摆脱什么 背后脸 其实就是小人的意思啦 那像林林老师做人为人正直 他就是处小人的人 他怎么会有小人呢 等于说呢 林林老师他迎来的贵人 如果观众朋友 你没有小人的话 这个卦就是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 你可以迎来贵人 那第三个 比如说第三个 我们有是孝晨还有 冠于老师 冠于老师 还有观众朋友 对 观众朋友 是这个的话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封三箭 箭入家庭 摆脱穷摔神 好 他有100分 那当然 冠于老师怎么会穷呢 这个代表就是 迎来了财神的意思 摔神走了 财神就来了 这四个卦 其实都是好卦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 来 有人生问题吗 想请大师解惑吗 不管是感情 事业 健康等等 欢迎上命运好好玩的 脸书官方粉丝团 来查询 就有机会在节目中 请大师为您解惑 不错 谢谢来宾 谢谢老师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